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3日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出警告,要求巴沙尔不得玩火,进攻伊德利布省,盘旭的反对派武装。 这显然又是美国霸权干预的一种直接体现,对于叙利亚而言,伊德利布省是自己的地盘,叙利亚政府军要进攻这一带的反对派武装,实际上并不需要经过美国的同意。 所以叙利亚宣布无视美国警告,继续进攻伊德利布省,本身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 如果处理自家事情,也需要经过美国同意,那叙利亚就真的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了。 当然,叙利亚的自信,在很大程度上,也是源于俄罗斯的强势支持。 众所周知,美国和盟友在今年4月份,以化武袭击,为进口对叙利亚,发动了突然的导弹空袭。 由于打击来得很突然,以至于俄罗斯和叙利亚,都有些措手不及。 这一次,俄罗斯吸收了教训,美国期待的换武袭击还没有到来,俄罗斯就算先披露了消息,并且俄罗斯在地中海吃玉,集结了数十艘舟作战舰艇和几十架军机举行演习。 俄罗斯的舰艇普遍装备口径巡航导弹,显然是有一颗美军的战斧导弹唱反调,面对来自俄罗斯的强势反应。 美国显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,目前美军在地中海和波斯湾也部署,有大量的作战舰艇。 另外在塔塔尔乌戴的空军基地还增加了B1B战略轰炸机的部署。 只要特朗普一声令下,这些作战力量随时可以对叙利亚进行打击。 可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等区域也部署了大批军事力量。 作为核大国,美国必须规定和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,而如果仅仅是进行有限的空袭,则无助于改变叙利亚政府军,挺进伊德利布省的趋势。 伊德利布省现在可以说是反对派武装,在叙利亚最后的据点,如果叙利亚攻下伊德利布省,则意味着反对派武装,在叙利亚基本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 所以美国才会显得如此着急,而叙利亚也才会如此志在必得。 可以说现在叙利亚就是以俄罗斯为靠山,尽可能争取攻下伊德利布省的机会。 只要美国不敢约雷池一步,叙利亚就有把握获得胜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